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中亚的一些黎阳堂的牧者 我们一起来聚集祷告 接下来就是参加西谷生命和黎阳堂 一个新堂的县堂典礼 非常壮观的Building 可以坐2100人 我们之前有演习 每一个地区的代表举一个牌子 然后就列队进去 然后屏幕上会打上教会的名称 都会给你看这个照片 之后又去了趟圣地雅阁 我是临时期 那边有间黎阳堂 已经开始实施 而他们昨天和今天 有一个幸福小组研习会 由台湾的夫妻教会的牧者来宣讲 他们有两个示范的小组 要来示范 所以我去看了一下 之后也讯息很多 那最后回来又跟 李昂堂的这个负责媒体的两个重要同工 就谈谈以后我们教会如何和 戏谷的这个优势电视合作的事宜 所以上个礼拜刚刚回来 那今天要讲一个题目是 大研习的比喻 那我想在华人的社会当中 我们非常注重吃喝 那在五十年前 你知道国人相见的时候 打招呼怎么说吗 你吃了没有 那现在我觉得是衣食无忧之后呢 我们就改成别的问候语 不只是华人 犹太人也非常注重吃喝 今天我引用一段 是在路加福音的圣经里边 整个的十四章里边 几乎全讲到吃喝 在路加福音里边有人统计 一共有三十二处讲到吃喝宴请 你说哎呀 神国不是不在乎吃喝吗 我告诉你 每次耶稣吃喝的时候 不是病得一致 就什么 就显出神迹来 或者人得安慰 所以吃喝很重要 你知道吗 难怪中国人说 你吃得开你吃不开 对朋友说吃喝很重要 那下边我们读段圣经 在路加福音师上一段 我们一起来读情 同习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 就对耶稣说 在神锅里吃饭的有福了 耶稣对他说 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 请了洗多客 到了做洗的时候 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 请来吧 样样都背齐了呀 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词 头一个说 我买了一块地 必须去看看 请你准我词料 又有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一试 请你准我词料 又有一个说 我才娶了妻 所以不能去 那仆人回来 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主要主就动怒 对仆人说 快出去 到城里大街小巷 你那贫穷的 残废的 瞎眼的 血腿的来 众人说 主啊 你所吩咐的 已经办了 还有空坐 主人对众人说 你出去 到路上 和黎巴那里 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 先前所请的人 没有一个得偿 我的言席 这里不是讲的 一个普通的饭局 而是讲到一个 天国的奥秘 如果你要看 第十四章里边 一开始呢 就讲到吃饭 那是一个安息日的下午 当这些犹太的百姓 祭完会之后呢 耶稣就去了一个 这个法利塞人家里边 作息 就有一个人呢 得了这个覆水 就是水谷 可能是肝硬化呀 或者是不是 胰臟的病重 整个的肚子 是胀起来的 那是安息日 因为在犹太的法典里边 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 也不可以治病的 就耶稣呢 知道这个时候 法利塞人在挑战他 于是呢 他就起来 将这个水负的人 负水的人就治好 然后耶稣说 安息日治病 可以呢 还是不可以 结果他们没有一个人回答 耶稣说 如果安息日 你家里有一个牛 或一个驴 掉在井里 请问你要不要去救 所以你看到安息日呢 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如果你看创世纪 一周七天 那六天劳碌 有一天呢 你需要休息 不只是身体需要休息 要分别出来 来敬拜神 这是安息日 我们今天礼拜天的一个用意 那接下来呢 就看到呢 这个很多人陆续就入席 就好多人 一上来之后呢 就坐那个守卫 我们知道 圆桌是没有大小的 但是长桌怎么样 就有手有墨 我们看他 他就看到好多人 就坐在守卫上边 耶稣说 你们坐座位啊 要有个学问 不要一开始呢 就坐在那个守卫上边 免得有人比你更重要 请你下来 你就没有脸面了 所以以后坐座位 要坐墨位 好吗 接下来呢 耶稣讲的说 你们请客的时候 不要请那些 富人啊 或者好朋友啊 反而要请那些 瞎眼的 贫穷的 瘸腿的 请了他们之后呢 他们没有办法来回报你 你也不要指望回报 注意这个不是说 你不要去请 请不好 不是 而是说 你要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人 让他们呢 能够感受到你的爱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需要学里送炭 而不需要怎么样 锦上添花 但是这都不是 这整个吃饭的重点 当他们讲 耶稣讲完这话 之后呢 他们说 哇 再神过来吃饭 有福了呀 耶稣就从这一段话开始 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 就讲到有一个主人 摆了一个大宴席 请了许多客 但是坐席的时候呢 这些被请的人 异口同声都推辞不来 因为你要了解 在中东 在古代近东的文化 不是像我们今天请客 他是先呢 用口头邀请一个人 母年 母月 母个时辰 为什么 我们家有假夜 请你过来 好吗 他说好的 他就记下来 当沿袭临近的时候 再次去邀请 就是确认你要来不来 所以这些圣经的背景是 这每个人都答应要来 但是突然呢 都爽约不来了 所以主人就非常的生气 所以这个动怒 不是因为说 他请你不来 而是说你答应要来 但是你却不来 所以这里呢 我们看了有几个 重要的一个意义 你知道比喻 其实故事背后还有故事 如果你单单听这个故事的话 你就会失去很多重要的信息 我们看到 邀请的有三种人 第一个呢 就是先前已经被邀请的人 要在神国 如果你看读圣经 犹太人 以色列人 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从亚巴拉罕开始 神就祝福犹太人 和他们的后裔 我以前讲过 特别在美国 你可以看到很多犹太人 他们非常的优秀 他们做生意也非常的成功 他们有很多的智慧 在这个整个全世界 得诺贝尔奖则里边呢 犹太人占千分之一 却拿了百分之二十一的奖项 最后引起很多人的嫉妒 和仇恨 我们知道刚刚在 披萨包发生这个 在犹太会堂里边 枪击的事件 你可以看到说 这是一个背后的故事 所以这些犹太人 他们在救恩里边 早是被邀请的 上帝因这信心 已经把这个恩典给了他们 但是呢 犹太人却拒绝救恩 他们不相信神的恩典 不承认耶稣基督 所以犹太教和基督教的 差别在哪里呢 犹太教一审论 基督教一审论 那犹太教 相信世界是由创世而生 基督教也是一样 可以说 整本的基督教圣经的 前四分之三 和犹太教基本一样 那唯一的是差别 他们在等候那位弥赛亚 他们说还没有到 他们继续等候 继续盼望 但是我们说的吗 弥赛亚已经到来 他是以一个仆人 以一个受苦者的身份 来到世上 为我们舍身流血 定在十字架上 他还要再来 再来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荣耀的 一个回来 要来称王 要来统治 你看 所以整个犹太教和基督教的 差别就在不承耶稣基督 所以第一期 这些人就说他们是犹太人 得了救恩 但是他们却拒绝 那第二种呢 就在大街小巷当中 贫穷 瞎眼 和瘸腿的 就说在当时 不被看好 不被重视 被轻看的人 是谁呢 就是在圣经里面顺利 今天在美国 如果在RS做个 某个职业的话 那是个金饭碗 在当时做税吏呢 是一个非常 丢脸的一个职业 因为他们帮助犹太人 练财 而且当时的税收呢 不是我们 填一个 turn four的一个表 就可以报水 不是 他们是承包的 我是个税吏 我包这一片 所以他们就尽量 提高这个税额 从中余利 所以税吏在当时呢 是不被 这个看好的 非常轻视 那还有娼妓 和那些犯过罪的人 那第三种人 和你我有关系 甚至说 当这些人 一口同声推辞的时候 那主人说 你去到街外 去请这些 贫穷的 瞎眼的 或者是有残疾的人 进来做戏 当时被吵不起的 还没有做满 怎么办呢 说到那些篱笆 和路上那里的人 请问篱笆代表什么 篱笆代表界限 墙也代表界限 为什么中国要修长城 就是要代表界限 就表明说 这些人 就是在以前救恩之外的 在圣殿里边 有很多的墙员 有女人的墙 有外邦人的墙 所以这些在路上 和篱笆那边 就是什么 就代表 这些没有 得救恩的外邦人 说勉强他们进来 这个勉强不说绑架 就是说 劝说他们进来 你看 这样一个研习 其实呢 清楚地告诉我们 救恩 有一个范围的扩展 刚开始是个犹太人 因为他们拒绝 然后就请怎么样 那些好像不配的那些犹太人 被别人瞧不起的 他们愿意接受救恩 他们就进来 先享受研习 那还不慢怎么办呢 就是请那些 在外边 篱笆那边站的人 那些闲人 以前和救恩没有关系的 请他们进来 所以这是整个大研习的 一个重要的意义 阿们 但是呢 这段经文的内容 还不在于此 这里呢 有三类课是拒绝敷衍的 第一个呢 买了一块地 要去看一看 请问 有谁家买地 不前看后看 左看右看 张良之后 才买呢 就是说买了一块地 要去看看 显然那是个托词 是个借口 那第二个人呢 更离谱 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试看 买牛的时候 我以前去过牛市场 买牛呢 第一个要看什么 你知道吗 把嘴扳开 要看牙齿 牙齿代表牛的年龄 所以你看 这个年龄的铃子 那个有尺子变的 第一个要看牛 第二个呢 要去试一试 比如说 那些专门的 拍卖牛的这些人呢 要看这个牛的腿呀 腰背呀 是不是强壮 所以每一个买牛的人 都是经过 仔细的这种端详 这个检查之后再买的 哪有买了地 买了这个牛之后呢 再去试的 第三个说呢 我刚刚娶了妻 不能过去敷衍 在犹太的律法里边 一个人当了兵 一个人结了婚 是可以免除兵役一年的 就是希望这一年当中呢 和妻子能够享受婚姻之美 但是这不是去当兵啊 去吃个饭和你结婚 有什么关系 你发现没有 这三个不同的人 的拒绝 都是没有诚心 那第三个 要摆正人生的三个业 那一个人买了一块地 地在圣经里边是产业 你记得吗 当犹太人在埃及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生活 是很被压榨 但也不是说穷到一个地步 所以他们很多都有金银 但他们却没有地业 所以上帝就把他们带出来 把迦南地给他们 要他们什么 每个人都得地为业 所以地在生意当中非常重要 而且地也代表上帝的祝福 那第二个呢 就买了一对五对牛 牛是生产工具 也代表你的事业 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 一个农业社会 或者游牧社会的时候 牛很重要 以前中国人在形容一个人 心无大志说 什么 一亩地 两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 就觉得就够了 有家有业了 那第三个呢 就是家业 就是成家立业 请问这三个东西重要不重要 重要 产业很重要 事业很重要 你的家也很重要 但很多时候 这产业 事业 家业 都是上帝给你的祝福 但是反过来 这三个业也很多时候 成为我们服侍神 回应神呼召的一个障碍 在教会里边 有几个节期 是教会人最少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下大学 感谢说 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在风学里边 我们教会的人数呢 减少的不是很厉害 我真的为你们高兴 那还有就是 考SAT的时候 你会发现 教会的一大片 小孩子就不在了 那父母亲也不在了 那还有比如说 我们一些中文的节期 我们弟兄姐妹出外 这个无可厚非 但如果你摆不正 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发现 你的生命就有问题 我在这边 我参考了一个 牧师的讲道 就是说很多人 当你去教会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缺席 但有很多 非常充足的理由 我来读给大家看 我刚买了房子 需要收拾一下 我太太在家里 我需要陪陪她 我孩子又要学琴 我要去送她 今天我要去加班 我没办法去教会 我刚买了股票 最近股票跌幅不定 我要去网上看看 是跌还是长 我下周要考试 我要得准备一下 那我还有一个 朋友姐有一个专案呢 我赶快去完成 我有朋友要来 我要去接她 送她 好不容易有个周末 我腰三腿痛 我要去锻炼 我今天太累了 我需要休息一下 我正在找工作 等找完工作之后呢 我再去教会 我自己正在买房子 礼拜天呢 是看房子最好的时间 我去看一看 孩子 我太太想逛商店 我好久没有去陪她了 我现在太忙了 以后再说吧 这是我们可以 常看到的一些 就是推托 或者拖延 去教会的理由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说 你人生的三页 你摆不对 你人生不可能顺达 我就想到 在圣经里有个人物 就是以萨 以萨呢 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雅各的父亲 在犹太人当中 是三个重要的 祖先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 但是以萨呢 却常常被人忽略 我们谈到亚伯拉罕 可以讲到很长 很多篇幅 假如雅各也是这样 但以萨呢 给我们给的这个 资料的确很少 但我就发现呢 以萨是个 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第一个 以萨呢 是一个顺服的人 你们还知道 亚伯拉罕 献儿子的故事吗 神说 你把你的孩子 要献上 要献为凡击 就是把他绑起来 要杀了 亚伯拉罕就 带着孩子上山去 带着柴火 请问 以萨多大 也以为是个童子 圣经的童子呢 不是儿童 是个青年人 大概是25 可能30岁以下的人 请问 一个爸爸 要捆儿子 容易不容易 一个100多岁的人 捆一个 二三十岁的人 容易不容易 但是以萨呢 竟然怎么样 容他父亲捆 如他父亲 放在那个坛上面 如他父亲 举刀杀他 他没有反抗 请问 以萨伟大不伟大 你要不相信 把你的儿女呢 绑在沙发上面 试试看 早挣脱掉了 他是一个 懂得顺服的人 第二呢 以萨是一个 默想的人 圣经说呢 以萨常常默想 默想什么呢 就默想神的恩典 所以诗篇第一篇说 就你要怎么样 就是要喜爱 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假 真便为有福 所以今天 在忙碌的社会当中 我们很少去默想 我们这个神没做完 他已经跑到下一个阶段了 所以以萨是默想的人 那第三呢 以萨是一个家庭婚姻 堪称模范的人 我们和亚伯拉罕 取妻取妾 家里边纷亚哥也是 大卫 所罗门 这些在圣经里边 重要的伟人 基本家庭呢 都不是很清闲 有很多的这种矛盾 但以萨不是 以萨家庭可以说 是非常和睦 非常美满的一个家庭 但这还不是重点 那以萨的一生呢 就是挖井 因为在中东那个地方 很多地方都缺水 有了水就可以生存 就可以立定 所以那个时候 以萨呢就是 因为他父亲挖了很多井 结果非礼士人和外邦人 就把井就填掉 以萨就挖出来 挖出来又被填掉 因为挖井 以萨和周围的这些居民呢 关系非常的僵 经常有冲突 而且以萨都是退避三舍 我挖出井来 你要要吗 我让给你 我继续来挖 非常辛苦 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 就是先搭帐篷 然后再挖井 请问帐篷代表什么 就是家 挖井呢 就代表失业 因为他要灌溉 要吃喝 你发现 他先搭帐篷的时候 然后再挖井的时候呢 他的生活就很潦倒 别人看到挖井之后 说井是我的 你要离开 你要挖井非常不容易 知道吗 我挖过井 我二十多年以前 四十多年以前 我们知情被带去挖井 挖井很不容易 就那么大一块地方 然后我们又没有仪器 我挖完挖之后呢 我一看那个上面的圆 那不是个圆 是个半圆了 就是表现井挖歪了 有一次我记得挖井的时候 里边非常闷热 我有一个这么长的一个小折腿的挖 突然发现我穿的鞋里边呢 好像有水了 然后自顾自在想 高兴我会出水了 就发现不得原来呢 一搞头呢 把这个腿的这个血管给砍断了 血流在这个当时的解放鞋里边 就好像有水一样 我赶快上去 那医生呢 那个是个小医院 用缝肚皮的针 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 给我把这个血管缝起来 我就记得当时有个盆子 那个血就跟那个豆腐脑一样 啪啦啪就掉下去 挖井非常不容易 所以他每次挖井 然后遭受攻击 受掠夺 他就退避三舍 但圣经说他后来到了别世八 他就改变方式 他先如潭 就是建立你跟上帝的关系 然后呢 再搭帐篷 然后呢 再挖井 大家注意到 顺序有没有改变 就是先把神放在第一位 然后呢 把他家业放到第二位 然后呢 挖井事业放第三位 那个别世八 那个地方是他的这个产业 他有产业 他有家业 他有他的事业 但是他把竹坛放在第一位 你知道很奇妙 当他把这个关系调过来之后 以前攻击他的人 就带着军长找他来了 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在希伯来文就是王的父亲 等于说一个贵宗 说这以撒啊 过去 我给你争执 我过去 我和你争夺 但今天我来呢 我明明看见 耶和华与你同在 所以我和你不争了 我带着我的军长 带着贵州来的 我要和你立约 和你启蒙事 我们彼此要和好 第二节目你看到没有 一个简单的 顺序的改变 就带来你人生的改变 我举个小例子 我们教会最近发生的事情 这是从八月底发生的事情 大概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八月二十一号 或者八月 八月二十一二十二号 那天晚上我们教会 正好有一个小的party 那天晚上 那有一对夫妻 带了两个小孩 过来了 到教会里边 说他们住在布克林 要来找教会 那你就知道这个教会 其实那天教会 没有一个人 他聊了之后呢 他说我们 要搬到这边来 听我学习不错 但是我们先要找一个教会 我当时就很感动 我说你要不要 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呢 他说有点事 他们要走 他们真的因为这个教会 就租房子 就在这个 Lithernic Parkway 60 Avenue 就找了一个房子 先以这个 祭坛为第一 然后呢 找房子第二 然后就开始失业 大家知道前两天 上个礼拜五 礼拜六 我们有特会 比克菲尔有来 有个特会 那这个姐妹 其实她蛮忙的 都来不了 但想说既然 神把这么好的奖案 摆在我们当中 那我就 可不困难就来吧 来之后呢 她就告诉师母说 她来那天 把工作丢下来 就是全心参加特会 收益很多 没有想到 那两天的 这种做生意的钱呢 比一个月做的还多 这是真实的故事 今天我不想讲名字 所以你发现没有 在你人生当中 神常常向你发出邀请 可能不是敷衍的邀请 让你去服事 让你去奉献 让你去摆上 如果你把你所认为的家业 事业 产业 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你发现你忙碌 都是一场空 所以摩西 在这个 摩西在诗篇 九十篇说 人生的顺数是七十 强壮的活到八十 再强壮的活到九十一百 但是呢 最终怎么样 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这些怎么都如飞而去 所以我在美国 我是主持过很多的婚礼 也主持过很多的这种丧礼 我发现呢 婚礼是快乐 但丧礼呢 给你很多的感悟 而你知道呢 人生的确很短暂 生命不在你的手里边 所以趁着你这些有生之年 你要把握人生的机会 阿们 产业 事业 家业 都是上帝给你的祝福 但很多时候 那个祝福也成为 你跟从主的一个拦阻 让你不能够快跑跟随 让你够犹豫 让你落后 所以今天呢 你必须要学习以撒 他跟你我一样 在世上挣扎 劳累 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 但是当他摆对 人生的位置的时候 你发现 整个的困难 就开始离去 整个的局盘 就被翻转 阿们 所以对你旁边地里面说 你先竹坛 再搭帐篷 后挖井 上帝必然来帮助你 阿们 好了 我们来唱首回应的诗歌 耶稣你是宝贵 这首诗歌 让我们知道 在你一生当中 耶稣是最宝贵的 阿们 我们先坐下唱 耶稣你是宝贵 你对我真宝贵 你留宝学习经过 你爱是我自由 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 我只想要藏钱你的命 主啊我爱你 我要更爱你 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 我只想要拥有你的命 主啊我爱你 主啊我爱你 我要更爱你 我们一起来宣告 耶稣你是宝贵 你对我真宝贵 你留宝学习经过 你爱是我自由 我们大声来宣告 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 我只想要将写你的命 主啊我爱你 وجは心谱 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 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丽 我只想要造险你的名 主啊我爱你 我要很爱你 我只想用神来侍奉你 我只想要拥有你的名 主啊我爱你 我要很爱你 主啊我爱你 主啊我爱你 我要很爱你 哈利路亚对你旁边听说 耶稣你是宝贵 耶稣你是宝贵 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 主啊今天借着这个沿袭的比喻 我们看到你不断向你的百姓发出胡招 但很多时候 我们由于很多的一些私心 一些杂事 我们去回绝 我们去失去这样的邀请 然后再提醒我们说 在人生当中 你必须摆正你人生的位置 祭坛第一 我们看到你要建立家庭 你建立事业才有保障 巴不得将这样一个信念 你摆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 让我们一生走一个正确的道路 你的祝福也必然来领导 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过去 可能我们摆错位置 我们失败 失败 再失败 但今天 当我们再次回转的时候 我们要卷土重来 你要再次看到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得胜的记号 在你我的身上 谢谢你 让祷告祝福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